我相信你来我们广播小斋 倾诉人生故事的人 本节目由察觉美好的康师傅青梅绿茶独家冠名播出 康师傅青梅绿茶茶觉生活小美好 和朋友一起发现美好 每周二中午十二点抢先看正片 会员遵享朋友的小美好 朋友请听好第二集会员加更片 朋友的悄悄话等更多精彩内容 嗨 早啊 嗨 早上好 早上好 吃早饭了吗 我没吃啊 你呢 我还吃了两个鸡蛋 早呀 你们都等我呢 等你呢不 那可不得呢 我给你来泡咖啡呢 我都找你 来的 美国 好的 不得 好的 人逢喜事开口笑 相辟科百灵药 各位主播好 本期的主题是广播喜乐会 你们终有一人将成为广播喜乐会的总导演 筛查所有节目 并在广播开始前发布节目单 请主播们通过才艺展示 选出广播喜乐会的总导演吧 那别说了 肯定是我了 在才艺这块 我是拿捏了死死的 但是我又不喜欢当领导 我很纠结啊 我也不想为了不当领导 而不展现我的才艺 我们是要投票吗 对啊 这样吧 我会才艺展现得很好 大家不用投票 我不喜欢安排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就是依次上去演 比如说第一个演完 演完了之后 他就坐在这个总导演的位置上 然后第二个就去演 PK 车轮站 好 好 那我们出场顺序 是不是也不能那么简单啊 拉姐打个样 我打样 我最后压轴吧 这样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都各自找各自要的东西好不好 我需要捉捉 我需要骨 我需要桌子 好的 找着笔就行 那把自己要的道具都拿出来了 金铭大骨都来了 我要做一个我从未做过的表演 你把那衣服脱了 脱了再扭 这就是这个气质 我要崩溃了 这怎么办呀 谁第一个呀 好紧张呀 我来吧 已经有人自告奋勇了 来吧 有的人真的是为了当总导演 可以说是处心之律 我居然看到这里有 王勉央歌舞音乐一 王勉央歌舞音乐二 我根据气氛到时候及时选择 那这中间还有人自备了道具 下面由我们的锦宝来开场 好吗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吞剑 表演一个吞剑 我手里的朋友们有两把剑 但是今天我准备吞一把 这把不重要 那为什么带领我 为了造型 认真了 认真了 我的天哪 我不敢相信 我看到了手 宝贝 出来了 我这是假的 你看我干什么 你看我干什么 他推荐之前咬着我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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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猫跑了 认真了 来 专业的 来 别笑 我以前看到吞剑表演没有倒地这个部分 对 没有倒地 你一直在这儿晃 也不让我们摸一摸 你想摸 我摸一下 别搁到手 别搁到手 小心点 不 这看一下就行 家里转下来的 看一下 我看一下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可以吗 可以 好 可以了吧 来 祝贺我们的景导 来 坐上总导演的宝座 好 你可以表演吞双剑吗 对 来吧 坐吧 厉害 来 我看看谁看你下一个 我估计 好 可以 除了小敏 和我 就没人能接了 但其实我也可以 我可以的 大秀 你可以接吗 可以接 或 要桌子是吗 不需要 不需要 现在我什么都可以 有桌子 没桌子 我这个秀都可以 或 朋友们 激烈地角逐 总导演之争 现在小董上场 你现在让我压力很大 跪着眼 我的天 好 来了 他要干吗 写了个异字 对吧 然后呢 你看看 这是一个异字 对吧 好 他站起来了 该不会写音梗吧 放在我的手上 那就是我的手 放在我的心上 那就代表我的心意 放在我的心上 但是 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 其实它并不简单 这个才艺是 非常非常 你起来吧 起来 你有事起来说 你有事起来说 他剪 他开始剪了 不一样了 现在就真的不一样了 这就是你的才艺 虽然有人把我的梗破 但是 对不起 这就是我的才艺 因为我把这个意 裁开了 你们家公司会被开除的 你们家公司会被开除的 直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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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扔到外面 这是个意外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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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厉害 很用心了 投票吧 正好五个人 刚好可以投出来 好不好 那我肯定是投紫荐一票 原因呢 好啊 你投紫荐 那我先投个锦伯燃 因为我是他的托 抽 《戳 传 笛 一》 哇 我投给 我投给 紧张 紧张了 我投给冬子荐 都是真的 可以摸一摸 好 好 最后一个投的最紧张 我投景国人 我投给景国人 投给景国人 然后现在场面啸战分incade2 第二屏 好 现在 这位 让你来